欢迎收看新的一期极客鞋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特里昂第一代的开箱出体验 其实这双鞋今年在季后赛的时候曝光量非常大 因为特里昂本身打得也挺不错的 一直打到了冬绝吧 我记得好像是 然后最后西败给熊路了 而且他在场上的表现其实还挺有争议的 首先说一说他的鞋盒 阿里拉斯第一代球鞋可能都是他的巅峰之作品 米歇尔 哈登这双鞋你透过他的鞋盒你也能看到 阿里对这个签名鞋是有多上心 首先他整个鞋盒表面的纹理就是非常不普通 他有两条很大的一个锯齿状纹物 来到最前面鞋盒上面会写一句话 我感觉应该是特里昂自己写的 就是永远要记得当别人就质疑你的时候 感觉上就是他充满了怨气很记仇的人 然后在鞋盒后面这里有一个first edition一代产品 这下方也是一个阿里和特里昂的logo 其实他有一种好像是联名产品的感觉 再来说一说这双鞋 我首先拿到这双鞋的配色 大家就叫它棉花糖配色 然后我当时心里想的是 说人家叫不叫棉花糖 你就给人家就起名叫棉花糖 不过是有点蓝色有点粉色 然后中间还有个线面 大家就觉得这不就是之前很经典棉花糖配色 老外子也抄咱们的设计创意 然后我点开了他的官网查阅了一下他的信息 这个配色他的全称其实是IC棉花糖配色 ICE其实是一款饮料 本质就是冷冻碳酸饮料 然后有水果和苏打水两种口味 除了这款配色 手发还有一个大面积蓝色 然后还有一些白色点缀的配色 其实也是IC的配色 然后他经常会在训练结束后 打完球后 然后去喝一杯IC的 再来看看这个鞋子本身 首先就是这两只脚 其实在一些细节部分采用了一个鸳鸯的处理 一双是粉色一双是蓝色 后跟两款饮料瓶的颜色 鞋底阿迪达斯的三道杠标志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他的鞋面 非常经典 非常廉价的一个植物鞋面 鞋内侧鞋带上面 还有鞋外侧这里 鞋后跟这里都是一些类脊皮的材料 就摸上去还挺有质感的 这个鞋身它其实是一体的 也就是它没有内靴 有点像是next level的感觉 然后鞋的内外侧就一圈 基本上都是这种很大的波浪型的设计 然后再看看鞋底 这次鞋底的设计 其实会有那么一点点复杂 前掌这块有这种非常夸张的人字纹 然后在中足这里 基本上打球的时候很少用到这块地方 所以他这块就用了一些平行的纹路 后跟这有一大块中心圆 然后慢慢扩散开 然后中间露出的是它的中底boost 然后整个中底基本上都是lightstrike 然后后跟加了一点boost 然后官网上说 其实它鞋面材料 也是用了一部分的环保材料 同时这一点也可以从它整个内衬衬纸上面可以看出来 一个小小的标志上面写的就是end plastic twist 就中指塑料的浪费 它的鞋衬纸其实也是环保材料做成的 其实从去年开始 阿迪已经开始在全部的品类上面 都是大量使用它自己的一些可回收材料 或者是环保材料 环保这一点上面其实阿迪做的还是蛮认真的 然后还有一些小细节 就是它的外底这个部分 内侧会有一句话 always remember 它把怨气一直积累到了鞋上 这双鞋在我第一时间看到图片的时候 其实又开始一些语音评测的内容了 第一点就是它鞋帮也太低了 然后第二点就是整个鞋裁两个鞋带孔 是未免有点太过分了 有必要这样子吗 就是你是对自己的鞋楦有多大的信心 你才能做出这种设计 而且前面这个部分就完完全全 没有任何的可调节空间 这一看就是天选之子的鞋 就开始挑人才能穿了 说完它的外观还有一些吐槽的部分 我们大家说一说这双鞋 我穿出了一些感受 我穿这双鞋在两个不同场地 分别打了球 然后积累起来 时间大概有6个多小时了 这双鞋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不太好去说它的优缺点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评价的一双鞋 如果我朋友问我这双鞋怎么样的话 我就会给他一个很简单的结论 就是别买这双鞋 首先说一说 就是我刚才云评测的内容 就是它的包裹怎么样 我是44的脚足宽大概100毫米出头 它整个鞋领口这块 我就已经很难穿进去了 左脚崴了受伤了 所以我穿这双鞋的时候 我会带个护环 特利扬自己本身也会穿一个护环 我左脚穿进去的过程就更加复杂了 基本上你就是硬塞 你知道吗 就非常困难 在前掌的这个部分 你穿上去之后 你就有一种非常经典的 阿迪鞋子的感觉 整个鞋型并不是那种鞋前头跳特别高 左右的空间其实会有那么一点点空 如果你脚稍微宽一点 我其实觉得这双鞋 没准鞋却还蛮适合你 系鞋带这一点又有出来了一个小问题 就是只给你两个鞋带孔的前提下 我就要保证它能够系紧的地方一定是安全的 所以我会系的特别紧 这会导致在最靠近脚背上面的交叉点 就会特别痛 它鞋带孔应该是连接到中底这个部分了 都能够拉得特别紧 到实战完一场之后 我觉得这双鞋好像真的很一般 打完之后我就换上克兰白克 我觉得克兰白克的包裹真的太好了 然后在你第一次运动完之后 它外侧的这些lightstrike 会变得没有第一次那么的紧实 内部的一些空间其实已经慢慢的打开了 包裹好像比第一次要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其实我最想吐槽的就在于 第一点就是这双鞋的鞋楦并没有那么完美 就不是说像next level有个弹性的面料 可以把你脚给包住 这双鞋的整个面料是没有太大弹性的 前面这个部分它就是死的 在它脚背这个部分也是 如果你是高脚背 千万不要喜欢这双鞋 因为它鞋带覆盖的区域和它的鞋面材料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一套缝线 给它钉死 就等于这双鞋你可以把鞋带全部抽掉 你知道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都是一个不太好的设计 你在运动过程中就是最好的一个穿着感受 就是鞋脚合一 你穿这双鞋就感觉没有穿这双鞋 你穿这双鞋你就感觉 我脚上真的穿了一双鞋 这个钱花的真的很值 然后再说到它的后跟 它最后一个鞋带孔 离它最后面的部分 距离也是不算太近 也是会掉后跟的 然后它重量也不算太轻 所以在包裹这项 其实我真的没有办法给别人推荐出去 再说一说它的鞋面支撑 穿上脚运动的时候 我会觉得它是一双简配版的哈登5 特洋在穿它前面鞋之前的鞋子 其实是哈登5的高帮版 Future Natural的Next Level 这双鞋给我的感觉就是 它整个鞋面它的结构 它的刚性其实也很够 第一它整个鞋面这材料其实是比较坚固的 第二它整个外侧的包边非常的夸张 它的整个鞋的坚固性是不差的 它其实是一个一体式的鞋身 那这个设计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一体性 就整个鞋身的一体性 这个安全性其实没得说 但是有一点就是鞋垫其实比较滑的 我第一次穿我以为是新鞋的原因 然后直到我第二次穿的时候 我发现它还是很滑 你的脚在里面吃不住鞋垫 然后你就会疯狂撞击鞋面 特梁在刚前阿迪的时候会穿着什么鞋 看过它有穿哈登一代 这双鞋跟哈登一也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 哈登一是一双低帮 加上它的一个大屁股的设计 所以有可能是特梁会比较喜欢哈登一那双鞋 再往后看它的几个next level的鞋款 都是没有鞋带的 所以这双鞋它也只设计了两个鞋带孔 说明它一些鞋面包裹的东西 我们再说一说它整个中底和外底好了 它的防装弯整个外底的拓展其实是蛮夸张的 不仅仅是前面 后跟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 这个后跟其实是我比较偏爱的那种大屁股部分 可以把你整个脚踝这个部分都拖住 其实有一点哈登一代的感觉 虽然它是一双低帮鞋 就你以正常角度去崴它的话 侧边其实有三道坎去给它做一个支撑 它给你的侧面的支撑感还是挺强的 但如果你不带护怀 你单纯去崴它 你过了一定的角度之后 它就是一个大碗 前掌去踩地的时候 我感觉不到任何的形变 然后它后掌boost的外路 无论是各个角度我去踩它 其实它都能够很好的给一个支撑性 在你静态看这双鞋的时候 它中间这个部分 好像是跟地面没有接触的 这个橡胶的硬度还是蛮高的 就是它做了一个上翻的处理 然后再加上它lightstrike的支撑 它会给你一个很不错的足弓支撑 总的来说这双鞋的缓震 其实我觉得对于后卫来说还算可以 再来说一说它整个外掌的设计 在我这两天打的这些场地 这双鞋的外地表现没有任何打滑的情况 在它的内侧 还有非常大面积的橡胶的上翻 其实也能够满足特利养的一些动作 再看到它外底的设计 有点偏向于next level 2020那方鞋的感觉 阿迪的抗扭我觉得自然是不用说的 其实它整个鞋的刚性都比较强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弯折点 非常的自然 在前掌这地方 无论是内侧还是外侧 都做了开槽的处理 所以整个鞋的刚性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我看了上赛季特利养 大概一个20分钟的一个急紧 然后我分析它的很多动作 它其实在三分线外做动作比较多 基本上就是胯下变相 然后或者是连续几个胯下变相 把人给甩掉 又或者是一个超远三分 跟传统比如说欧文或罗斯或威少这种 身体稍微强壮一点的球员对比 它在行进间的这种对抗会比较少 它更多的是通过节奏把空间拉开 强度是这么高的一双鞋 它肯定是会损失一定的灵活性的 特利养到底适不适合这双鞋 还是说他自己要求 要一双保护性比较强的鞋 这一点其实是我比较疑问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整个 在脚踝部分的保护基本上就是零 因为它会自己带个护踝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 脚踝灵活度其实是蛮夸张的 而且它的鞋领口这块的包裹 会稍微欠缺那么一点 所以我还是会建议大家 如果真的很喜欢这双鞋 大家可以去店里面试一试 符不符合自己的脚型 这双鞋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这双鞋我们会交给三文鱼去做一个长测 看看它这种前锋的打法 是不是更适合这双强度更高的鞋子 然后这期节目差不多是这样 几个鞋带跟你没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